台大店布局电动车市场超过十年 砸下预百亿元 从当初外界不太看好 到现在预计2030年要挑战的是营收破教员 从一个15人的小工厂走到现在 台大店创办人郑崇华 今天是感谢员工未来还要发展更多事业 一袭黑色西装 高龄86岁的台大店创办人郑崇华 活力满满走上讲台 分享创业故事和人生哲学 还不忘跟员工告白 台大真的是从一个15人的小工厂 一步一脚印的奋力成长茁壮 这一路走来我要感谢我们台大的同仁 创业完全没有准备 因为我在TRW工作的时候 我很努力在做 就是这股拼劲让台大店 从一家电视零组件小工厂 要生成全球电源管理龙头 细看台大店这十年布局 砸下百亿元布局电动车 从一开始不被外界看好 到现在全球电动车充电桩 出货超过150万台 全球前20大车厂有15家都是它的客户 今年台大店更立下2030年营收破照的目标 顺了世界的需求 他去抓到把握着做出他能够表现的地方 他就能够勇 而且做得很好 他就能永续下去 相当习才的郑崇华在2012年退休时 选择不直接交棒给儿子 而是先交给现任台达店董事长海英俊 用12年传承计划 让51年大象跳舞 东森财源新闻 陈一轩张化珍 台北采访报道 看盘不断 赶快来按赞 东森财经24小时股市直播 来咯 快点扫QR Code加入 让我们来陪着你们看盘 最及时的盘中资讯 最权威的投资分析 满满一整天 盘后交战 都在东森财经24小时股市直播